周二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表示 在社交媒体上 假消息往往比真相传播的更快 因为一些不正确的信息 往往让人更加兴奋 尤其是关于新冠病毒疫苗的新闻方面 盖茨表示 对于新媒体平台来说 最大的挑战就是在哪种程度上 需要去除那些绝对错误的信息 或是减缓这些信息的传播 这非常艰难 据了解 比尔盖茨一直将疫苗 作为自身慈善事业的重点之一 今年6月 盖茨基金会捐赠了1亿美元 用于支持疫苗组织 为低收入国家采购新冠肺炎疫苗 但是社交媒体上 对于各种疫苗的安全性 也充满了质疑 据悉 周三预计来自亚马逊 苹果 脸书和谷歌母公司 字母表公司的CEO 将在国会出席听证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茨基金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茨基金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茨基金会